那我們看到國民黨跟民眾黨再一次藍白聯手 據悉他們兩黨已經協商共譯出一個新的法案版本 也就是著修復崑崎版的花東快速道路的建設特別條例 那兩黨也聯手來著修了環島高速鐵路建設特別條例 但是從副崑崎版到藍白聯手版 換湯不換藥本質依舊不變 牛堪到北京也是牛 這兩個就今天要協商的這兩大版本 藍白聯手的新版本 依舊逾越了憲法第70條的規定 依舊違反了大法官誓字第391號 以及第613號 也就是立法權凌駕行政權 用立法權粗糙的立法的方式 強制要求行政部門編列預算 所以本質依舊不變 依舊是違反憲法全力分離的原則 讓立法權凌駕行政權 第二個換湯不換藥 依舊是這三個法案 都是凌駕了交通專業的評估 也都凌駕了應當有的嚴謹的財務試算 所以他違反了預算法也違反了財政紀律法 更違反了重要交通建設 應當交付嚴謹的交通專業評估 所以虎勘到北京也是虎 藍白再怎麼修正這個條文 這兩個版本依舊都是違憲 也違反相關的法規 所以我們再一次跟大家複習 也再次提醒國人 一起來關切 傅崑奇主導的三大乾坑法案 這一台施速列車 今天黃國昌民眾黨也搭上施速列車 然後用光速的審查 要加速來通過 這個表格列出來的是 三大乾坑法案的列案日 分別是3月5號 3月12號 交付委員會分別是3月8號跟3月15號 但是最可異的 就是委員會中心主義 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呢 花冬快3月25號 交通委員會只花了3分鐘審查 環島高鐵4月1號 交通委員會跟經濟委員會的聯席 只花了6分鐘審查 國道東延花蓮的建設特別條例 4月17號交通委員會只花了1分50秒 這不是光速審查 什麼是光速審查 而且沒有一個條文 逐條討論 是快速的打包交付協商 好進入協商 我們就來看協商的議程安排 5月9號就是上週五 韓國瑜院長召開的第一次協商 依舊沒有進入逐條討論 原本國民黨企圖在上週五強行表決 經過民進黨團的再三力爭 協商沒有逐條討論 委員會沒有逐條討論 院會如何表決呢 再怎麼阿爸也不能這樣蠻幹 所以我們多爭取了 在今天5月13號下午第二次的協商機會 那明天據說就是傅昆吉跟黃國昌 表定的D-Day 5月14號即將表決 我們再一次說 從委員會逐條不審查 包括表決交付協商 以及協商的不逐條討論 很有可能這樣一個條例 恩兆元的巨額明指明高 就會這樣被通過 那我們今天要非常嚴肅的來比較 重要的國家建設 都應當有嚴謹的程序 而且應當由行政權來發動 我現在秀出來這一張呢 我跟莊瑞熊非常有所感 這個是在2017年 前瞻建設條例審查的時候 莊瑞熊站到桌上去 吳思瑤拿著紙板擋著水球 我在中間 這是前瞻建設 大家非常記憶猶新的 國民黨為了擋前瞻 敲鑼打鼓 丟麵粉丟雞蛋丟水球 吳思瑤跟莊瑞熊在2017年 都在那個國會的現場 國民黨當初主張的就是要有可行性評估 各項預算編列要清清楚楚 所以他們一再的阻撓 那我們就來比較看看前瞻條例 以及傅昆奇的三大潛坑法案 這是前瞻建設先有特別條例 再有特別預算 就以特別條例 全文15條 行政院2017年3月23號送進立法院 交付委員會在3月31 為了讓前瞻建設計畫 好好經過國會的審查 我們開了6場公聽會 時間我列在這裡 6場公聽會 針對前瞻建設計畫的特別條例 有6場公聽會 然後有6個委員會聯席審查 不像傅昆奇的三大潛坑法案 都只有在單一委員會 交通委員會快速審查 環島高鐵是唯一有聯席的 是交通plus經濟 但是我們前瞻建設條例 有6個委員會聯席審查 總共從4月一直到5月15號 5次委員會的審查 進入下一關朝野協商 也由蘇嘉全院長主持了 兩次的朝野協商 分別在7月3號7月4號 而且是逐條討論 沒有快轉 沒有跳號 而最終條例的表決日 是2017年7月15號 所以行政權發動的負責任提出的 前瞻建設計畫特別條例 15個條文 從2017年的3月23日 到最終院會的表決 7月5號 歷經了104天的審查 當中有6場公聽會 有5次的跨委員會聯席審查 兩次的朝野協商 而在院會的表決 我們也接納了各黨的提案 80案共表決59次 這個是立法院的公文書 都可以清楚找到 這是公開資料 這是負責任的前瞻建設的特別條例 有條例才有預算 依據2017年7月5號通過的前瞻特別條例之後 行政院依通過的條例送進立法院 把特別預算送進立法院 就以2017年審查的第一期前瞻預算 那時候的預算金額是1089億 當然未來有二期三期四期 總共花了8年的時間審查 我今天就以第一次第一關的1089億的前瞻 特別預算第一期的審查來做對應 行政院2017年7月11日送案 而且因為是特別預算 行政院長必須率相關部會首長 到立法院的院會備詢 在2017年的7月13、14號 由當時的林全院長率相關的部會首長 來立法院接受各黨派立委的詢答 7月14日交付委員會 委員會審查有三次 三個4日是由7個聯席委員會進行審查 朝野協商也有三次都是逐條討論 8月22、8月23、8月24 而最終前瞻特別預算在立法院院會表決 表決了五天 因為在野黨共提出了10435個提案 共表決2,471次 這個是前瞻建設特別預算 從2017年7月11號到它通過的8月31號 歷經審查51天 在院會表決2,471次 當中的行政院院長到立院來備詢 包括交付7個聯席委員會審查 包括朝野協商 包括表決 沒有一個步驟是快轉跳號 沒有一個步驟是坐上失速列車 照起工照補來 所以我要兩相比較的是 當在野黨當初反對前瞻 前瞻8年共編列8800億 但是傅昆奇的三大乾坑法案加起來是N兆 恩兆的預算只有非常短的審查時間 委員會的審查完全被沒收 恩兆元的三大乾坑法案只花了total 委員會審查10分050秒 今天下午 韓國瑜院長要召開第二次的協商 國人可以比較 這是明指明膏 這是立法院丟出來的預算 他沒有交通評估 沒有財務試算 居然可以用這種神速的速度 來強行碾壓 國人可以一起來關切今天下午的朝野協商 有沒有逐條討論 有沒有做到可以為這樣的前瞻法案把關 我們希望韓國瑜院長在主持協商能夠公正能夠履行國會監督必要的程序 所以不好意思花了一些時間就是要兩相對照 重要的預算的行使 民主審查的程序是不可以逾越的 重要的明指明膏 我們都支持的交通建設 他在相關的程序正義上 是不能如此的失速快轉 跳號 放水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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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